杨慧如起诉案引起轩然大波 蓝衣议员召开记者会痛批 杨慧如把国营事业体育赛事 当成自家 孝行禁苦 2017年跟2018年缩减成25万的赛事 但他的收入补助金额持续的在增加 为什么 这些钱用到哪边去了 如何的去核销 2016年杨慧如开始举办WTA赛事 总奖金50万美金 但到了2017年 2018年赛事规模缩减 补助金额却提升 蓝营质疑民进党执政后 有谢信议员介入施压 连跟台北市政府要个补助 刚刚公文里面就显示 还要付本付资给五个谢信的议员 用他名字干什么 恐吓台北市政府吗 蓝营议员轮番上阵炮轰 紧咬杨慧如跟民进党关系匪浅 赚来的钱还拿来洋网军 攻击官员苏启成 甚至被PTT网名查出 带风向的IP位置 就在立法院委员办公室内 因为监察员的报告 也提出了这份跟立法院有关的IP 是跟IDCC同时在使用的 黄国书委员要不要说清楚 你是不是提供了你的立法院的场地 来借给网军使用 我的立法院研究室跟杨慧如 从来没有任何的往来 整个立法院中心大楼的二楼跟三楼 都共用这个IP 那这个部分呢 我也责成立法院资讯室 要快点来查明 中国没有网军 你找到我那中午有网军 我部长就下台 除了黄国书亲上火线成亲 徐国勇也不惜赌上乌纱帽 就是不想让网军事件风暴 重创绿营绅士 但这一张张照片都看得出来 杨慧如和谢长廷 交情匪浅 就连办公室聚会都有他的身影 如今深陷网军事件 绿营急切割 忙撇清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过去互动的蛛丝马鸡 也一一扶上台面 环宇新闻洪世辰 林静廷 郑凯中 台中台北报道